第二十四回 密室疗伤 黄蓉向外走了两步 回过头来 只见郭靖眼光中露出怀疑神色 料想是自己脸上的杀气被他瞧了出来 心想 我傻傻姑不打紧 靖哥哥好了之后 定要跟我吵闹一场 又想 跟我吵闹倒也罢了 说不定他终身不提这回事 心中却老实记恳 那可无味得很了 爸爸吧 咱们冒上那个大险就是 当下关上出门 在室中自下细细查看 那小石屋顶西角 开着一个一尺剑桑的天窗 日光透过天窗的 蛤壳片 白天勉强可见到室中情状 天窗旁通通的气孔 却已被尘土闭泽 他拿匕首穿通了气孔 这些事中 晖起物子慎重 却也无法可想 回此事才 幽及遇死情景 此刻在这尘土充塑的小事之中 却自至神偏堂 郭敬已在壁上 微笑道 在这里养伤 这是再好也没有 只是陪着两个死人 你不害怕吗 黄心中确实害怕 但强作毫不在乎 笑道 一个是我师哥 他绝不能害我 另一个是饭桶将冠 活着我尚不怕 死鬼 更加吓唬不了人 当下将两具海谷 搬到小市北边角落 在地上铺上原来 垫西瓜的稻草 再将十几个西瓜 团团围在身中 伸手可及 问道 这样好不好 郭敬道 好 咱们就来练吧 黄龙扶着他 坐在稻草之上 自己盘膝 坐在他的左侧 一抬头 直接面前地上 有个前眼般的小孔 浮演上去一张 不仅大喜 原来墙壁里 嵌着一面小镜 外面堂上的事物 尽都映入镜中 看来 当年建造着密室的人 心思甚是粥密 躲在室中闭嘴之时 仍可在镜中 察看外面动静 只是十日久了 镜上积满了灰尘 他摸出手帕 裹上食指 探指入洞 将小镜服饰干净 直接傻姑坐在地上 抛石子 嘴巴一张一合 不知在说些什么 黄蓉凑到小孔之上 听得清清楚楚 原来他是在唱哄小孩 睡觉的儿歌 摇摇摇 摇到外婆瞧 外婆叫我好宝宝 黄蓉出觉好笑 但听了一阵 只听他歌声中 情志缠绵 爱连横溢 不许吃了 这是他妈妈当日唱给他听的吗 我妈妈若不早死 也会这样唱着红果 想到此处眼眶 镜子湿了 郭静见到他脸上酸楚的神色 说道 你在想什么 我的伤不打紧 你别难过 黄蓉伸手擦了擦眼睛 道 快教我练功智商的法 于是郭静将 《九人真经》中的疗伤篇 缓缓背了一遍 武术中原道 为学打人 先学挨打 初练粗浅功夫 却需由师父传授 本身挨打而不受重伤 到了武功精神之时 就得沿袭 护身保命 解血旧伤 接骨疗毒 朱白法门 居之墙中更有墙中手 真体武功盖世 也难保没失守的日子 这《九人真经》中的疗伤篇 讲的是 若为高手以气功积伤 如何以气功调理真源 治疗内伤 至于折骨 筋疮等外伤的治疗 研习真经之人 自也不用再绝 黄蓉只听了一遍 便以技术 经文中有述处不顺寥寥 两人共同推就参想 一个对全真派内功 作有根底 一个聪明过人 少家研讨 也即通晓 当下黄蓉伸出右掌 与郭靖左掌相比 各自运气运功 依法练了起来 练了两个时辰后 休息片刻 黄蓉左手持刀 抛一个西瓜 与郭靖分拾 两人手掌去不分开 练到胃排时分 郭靖见绝 压在胸口的嫩色 稍有松动 从黄蓉掌心传过来的热气 缓缓散用自己 周身百害 腰间疼痛 竟也烧简 心想 这真经上所在的法门 确实灵异无比 当下不敢丝毫代谢 继续用功 到第三次休息时 天窗中射起来的日光 已见暗淡 实际黄昏 不但郭靖胸口舒畅得多 连黄蓉也大感神清气爽 两人闲谈了几句 正在起始练功 呼听的一阵急促奔跑之声 来到面前 戛然而止 接着几个人走入殿堂 一声粗语的声音喝道 快拿饭菜来 爷们饿死了 听声音却是三头交侯中海 郭靖与黄蓉念念相去 君感岔恶 黄蓉蒙凑到小孔中张望 真爱 不是冤家不惧头 小镜中出现的人形 赫然是完颜洪涅 欧阳峰 杨康 彭莲湖等人 这时傻姑 不知道哪里玩去了 侯同海飞把桌子 打得震天就长 却是没人出来 梁子翁在店中转了个圈 这围倒 这里没人住的 侯同海自告奋勇 到村中去购买酒饭 欧阳峰在内堂 峰吹不到处铺下稻草 抱起断腿位于的指尔 放在草上 让他静卧养伤 彭莲湖笑道 这些玉灵君 进君 虽然捞包没用 可是到处钻来钻去 阴魂不散 累得咱们一天你好好吃饭 王爷您是美人 却知道这里前堂将来有个荒庇的村子 领着大伙过来 真是能者 无所不能了 王爷红脸听他奉承 脸上 酒丝毫得意深情 轻轻叹息一声 道 十几年之前 我曾来过这儿的 众人见他脸上有伤感之色 都危感奇怪 却不知他正在想着当年 包希若在子孙中 救他性命之时 荒分依然 那个荆差青山 为他鸡汤的温婉女子 却再也不可得见了 说话之间 侯东海已向村民买了些酒饭回来 蓬莱虎给众人争了酒 向王爷红脸道 王爷今日得获兵法集书 行见大京国威阵天下 平定万方 咱们大伙向王爷恭贺 说着举起酒碗 一眼而尽 他话声甚是响亮 国境虽隔了一道墙 仍是听得清清楚楚 不由得大吃一惊 岳爷的书还是给他折去了 心下着急 胸口支气忽而逆转 王掌心中连连震动 只他听到噩耗 牵动了丹田内息 若是把持不住 立时有性命之用 王将嘴凑在他耳边 敲声道 谈听书道句 难道咱们就不能道回来吗 只要你二师父 妙手书胜出马 十字书也道回来了 国境心想不错 盲闭目震慑心神 不再听阁强之言 黄龙又凑眼到小孔上去 见王爷洪烈正举板饮酒 饮干后 欢然说道 这次权杖各位出力相助 欧阳先生更拘手工 若不是他将那姓郭的小子赶走 咱们还得多费手脚 欧阳风干笑了几声 声若破茶 郭竟听了 心头又是一阵 黄龙暗倒 老天爷保佑 这老毒别在这里谈他的鬼争 否则靖哥哥性命难保 只听欧阳风道 此处甚是偏僻 宋兵必然搜寻不到 那岳飞的遗书 到底是个什么样 大伙都来见识见识 说着从怀中取出石盒 放在桌上 他要瞧瞧 五目一顺内门 若实在得有精妙的武功法门 那么老是不客气 就据为己有 唐人只是行军打仗的兵法 涛略 自己无用 乐得做过人情 就让完颜红列拿去 一时之间 众人目光都急于石盒之上 黄龙心道 怎生想个法将他输毁了 也胜死落入这尖腿之手 只听完红列道 小王参险岳飞 所留棘手雅尼般的诗词 又推咎 赵官历代营造修建皇宫的史录 要得这部遗书 必是藏在翠寒堂东十五部之处 今日瞧来 这推断侥幸没错 宋朝也真无人 没人知道深宫之中藏着这样的宝物 咱们昨晚这一番大闹 只怕无人得知 所为何来呢 言下甚是得意 众人又趁机称颂一番 完颜红列免须笑道 亲儿 你将石盒打开吧 杨康应声上前 接去封条掀开盒盖 众人目光一起射入盒内 突然之间 人人脸色大变 无不惊讶异常 作声不得 只见河内空空如也 哪里有什么兵书 连白纸也没一张 欧容飞瞧不见河中停窗 但见了众人脸上模样 已知河中无误 惊吓又是喜欢 又是有趣 完颜红列沮丧万分 扶出作家 伸手之仪 苦苦思索 心想 我千推算万推算 但岳飞的遗书 飞在这河中不可 怎么会忽然没了影 突然心念一动 脸露喜色 强起石盒 走到天井之中 蒙力往石板上摔落 只听着砰的一声响 石盒已碎成树块 黄龙听的碎石之声 历史讲道 啊 石盒有加层 急着样向桥 那遗书是否在加层之中 苦于不能出去 但过不片刻 便见麻烟红列 颓难回坐 说道 我只到石盒另有加层 其知 却没有 众人三三议论 胡思乱想 黄龙听个人怪论连篇 不仅暗笑 当即告知郭靖 他听说 五目遗书没给道具 心中大卫 黄龙许死 这些奸贼 岂肯就此罢手 并要再度入宫 又想师父尚在宫中 只怕受到牵连 自有周伯通保护 但老顽虫 疯疯癫癫 担当不了正事 不仅颇为担心 果然听着欧阳峰道 那也没什么大不了 咱们今晚再去宫中搜寻便是 王爷红列道 今晚是去不得了 昨晚咱们这么一闹 宫里必定严加防范 欧阳峰道 防范自然免不了 可是那有什么打紧 王爷是此今晚不用去 只要舍职 在此处休息便是 王爷红列宫手道 却又要先舍辛苦 小王静候好音 众人当即在堂上 扑了稻草 躺下养神 睡了一个多时辰 欧阳峰里的众人 又进城去 完颜红列翻来覆去的 睡不着 子夜时分 江中隐隐传来潮声 又听着村子尽头 一只狗呜呜笑叫 时段时去的始终不停 似是哭泣 静夜深哀 更增繁忧 过了两久 呼吸的门外脚步声响 有人进来 忙翻身坐起 拔剑在手 杨康早已跃到门后埋伏 月光下只见一个蓬头女子 哼着儿歌 推门而入 这女子正是傻姑 她在林中玩得兴进回家 见殿堂中 睡得有人 也不以为意 摸到睡惯了的乱柴堆中 躺下片刻 便以憨声大作 杨康健是个乡下淳女 以笑而睡 完颜红列却思潮起伏 久久不能成年 起来从囊中取出一根蜡烛点燃了 拿出一本书来翻语 黄龙见光亮从小孔灯透进来 凑眼去看 只见一只飞蛾绕出飞舞 猛地向火中扑去 赤尔当地烧敲 跌在桌上 唯一红列拿起飞蛾 不禁黯然 心想 若是我那包氏夫人在此 便会好好的给你医治 从怀里取出一把小银刀 一颗小药瓶 拿在手里抚摸把玩 黄龙在郭静肩上轻轻一拍 让开小孔 要他来看 郭静眼见之下勃然大怒 一袭认的这银刀与药瓶 是杨康之母包希若的巫师 当日在赵王府中 见他曾以此为小兔智商 只听来洪烈轻轻地道 十九年前 就在这村子之中 我和你初次相见 不知这下你的故居是怎样了 说着站起身来 拿拿拿烛开门走出 郭静愕然 难道此处就是我父母的故居牛家村 凑到黄龙耳边悄声询问 黄龙点了点头 郭静胸间热血上涌 身子摇荡 黄龙右掌与他左掌相比 察觉他内膝陡急 自使心情激动 怕有凶险 右神左掌与他右掌相比 两人同时用功 郭静这才慢慢凝定 过了两久 火光闪动 只听得完颜洪烈 长声叹息走进殿来 郭静此时已制住了新年一马 当下左掌仍与黄龙相比 凑眼小静查看 只见完颜洪烈拿着几块残砖破瓦 坐在热火之旁发呆 郭静心想 这间则与我相聚不到十步 我只教将短刀之举 立时可取他性命 伸右手在腰间拔出成吉思汗 锁刺金刀 逼声向黄龙倒 一把门悬开了 黄龙盲道 不成 刺杀他最是轻而易举 但咱们藏身的所在 并会给人发现 郭静差一声道 踩过六天六晚 不知他又到了哪里 黄龙知道 刺客不予劝说 在他耳边低声道 你妈妈和容儿 要你好好活着 郭静心中一领 点了点头 将金刀插回腰间刀跳 再凑眼到小孔上 却见完颜红烈 一服在桌上睡着了 忽见稻草堆中 一人坐起身来 那人的脸在烛火光圈之外 在镜中瞧不清是何人 只见他悄悄站起 走到完颜红烈身后 打起桌上的小银刀 与药瓶看了一会儿 轻轻放下 回过头来 却是杨康 郭静心想 是啊 你要报父母大仇 自刻正式良机 一堂次去 你不共赛天的大仇人 哪里还有性命 若是老独他们回来 可又下不了手了 心下焦急 只盼他立即下手 却见他 瞧着桌上的银刀与药瓶 出了一会儿神 一阵风来 吹着烛火 炸鸣炸案 又见他脱下身上长袍 轻轻披在 蜿蜒红烈身上 仿他一喊着凉 郭静气急 不愿再看 魂不见杨康 对着害死他父母的大仇人 何以如此关怀体贴 黄荣安慰他道 别心急 杨好伤后 这尖贼就是逃到天天 咱们也能追得到 他又不是欧阳风 要杀他还不容易 郭静点点头 又用起功来 到破小天宁 村中几只攻击 远远近近的死体彼鹤 两人体内之气 一在小周天转了击转 聚感舒畅宁定 黄荣竖起十指 笑道 又过了一天了 郭静低声道 好险 若不是你阻拦 我沉不住气 差点就坏了事 黄荣道 还有六十六夜 你答应要听我的话 郭静笑道 我哪一次不听你的话了 黄荣微微一笑 侧过了头 道 带我想想 此时一缕日光 从天窗中射进来 照着他白中泛红的脸 美若朝霞 郭静突然觉得 他的手掌温软异常 胸中微微一荡 急忙震慑心神 但也是满脸通红 此两人相处以来 郭静对他 从未有过如此心念 不由的暗中自惊自责 黄荣见他 他忽然面红耳赤 很是奇怪 问道 静哥哥 你怎么了 郭静低头道 我真不好 我忽然想 想 黄荣问道 想什么 郭静道 险下不想了 黄荣道 那么先前 你想什么 郭静无法躲闪 指的道 我想抱着你 亲近你 黄荣心中温馨 脸上也是一红 娇美中略带腼腆 更曾风指 郭静见他垂首不语 问道 荣儿 你生气了吗 我这么想 真像欧阳克一样坏了 黄荣厌厌一笑 揉声道 我不生气 我在想 将来你总会抱我心我的 我是要做你妻子的 郭静心中大气 乐乐的说不出话来 黄荣道 你想亲近我 想得厉害吗 郭静正在回答 突然门外脚步升级 两个人冲进店来 只听侯童海的声音说道 臭的奶奶熊 我早说世上真的有鬼 师哥你救不信 鱼调气急败坏 见是说不出的脚草 又听沙冬天的声音道 什么鬼不鬼的 我跟你说 咱们是撞到了高手 黄荣在小孔中瞧去 只见侯东海满脸是血 沙冬天身上的衣服 也撕成一片片的 师兄弟俩狼狈不堪 万一红烈原康健了 大为惊讶 盲稳端的 侯童海道 我们运气不好 昨晚在皇宫里撞到了鬼 他妈的 老侯一双耳朵 给鬼割去了 万一红烈见他两边脸旁 削扰模糊 果真没了耳朵影踪 更是骇然 沙冬天赤头 屋子说鬼倒怪 你还嫌丢的人不够吗 侯东海虽然惧怕师兄 却能变道 我瞧得清清淑楚 一个蓝变眼 诸杀胡子的胖管 娃娃大叫向我扑来 我只一规头 大胖管就揪着我的头颈 跟着一对耳朵就没了 那胖管跟庙里的神像 一模一样 反会不是 沙冬天和那胖管拆了三抄 给他将自己衣服撕得粉碎 这人的出手 明明是武林高手 绝非神造鬼怪 只是怎么会竟生成 判官模样 却是大获不解 四人纷纷议论猜测 用去询问 躺着仰伤的欧阳克 都是不得要领 说话之间 凌智上人 彭连虎 梁子翁三人 也先后逃回 凌智上人双手 给铁链反复在背后 彭连虎却是双甲 给打得红肿高涨 梁子翁更是可笑 碗头白发 给拔得金光 变成了一个和尚 三以头顶而论 倒与沙丰天的秃头 互相辉映 一时余亮 原来 三人进宫后 奔道搜寻五名遗书 却都遇上鬼怪 只是三人 所遇到的对手 各不相同 一个是无常鬼 一个是皇陵官 另一个 却是普及菩萨 梁子翁摸着自己的光头 破口大骂 屋檐所至 连普天下的土地婆婆 也都倒了大霉 彭连虎隐忍不语 替灵之上人 解开手上的铁链 那铁链 深陷肉里 相互又勾得极紧 彭连虎费了好大的劲 将他手腕上 擦得全是鲜血 这才解开 众人念念相续 坐声不得 心中都知 昨晚是遇上了高手 只是如此瘦辱 说起来大事脸上无光 侯同海一口咬定是鬼 重人也不和他多变 隔了两酒 完颜红列岛 欧阳先生怎么还不回来 不知他是否也遇上了鬼怪 杨康道 欧阳先生武功盖世 就算遇上了鬼怪 想来也不知吃归 彭连虎等听了 更是没趣 黄金众人狼狈不堪 说鬼道怪 心中得以至极 哎呀 我买给周大哥的面具 竟然大成威风 倒是始料所不及 但不知老独 是否与他遇上了交过手 掌心感到 郭靖内息开始缓缓流动 当下也练了起来 彭连虎等折腾了一夜 腹冲巧语激了 个人劈柴的劈柴 买米的买米 动手做饭 带了饭熟 侯东海打开出门 见到了铁碗 一拿之下 姿势难以移动 不仅失声怪叫 又大叫 有鬼 使出蛮力 运气硬拔 哪里拔得起来 黄荣听到他的怪叫 心中大惊 知道这机关免不得被他们识破 别是动起手来 无法举胜 只要两人稍于身子 郭靖立有性命之忧 这便如何是好 他在密室中谎记无忌 外面沙冬天听到师弟高声呼叫 却在赤他大惊小怪 侯东海不愤 道 好吧 那么你把这碗拿起来吧 侯东海伸手续提 也能打起 口中疑了一声 彭雷虎闻声过来 插开了一阵 道 这中间有机关 沙大哥 你把这铁碗 左右旋转地瞧瞧 黄荣进行尸紧迫 只好一拼 将匕首递在郭靖手里 再伸手去拿洪七公所受的竹棒 惊吓激然 两人毕拧于私 已是倾客前之事 转头见到乌小里的两具骸骨 突然灵机一动 忙把两个骷髅头骨拿起 用力在一个大西瓜上掀了几下 分别嵌了进去 只听得喳喳气声响 密室铁门已悬开了一道缝 黄荣将西瓜顶在头顶 拉开一头长发 披在脸上 刚好杀同天将能悬开 只见处理突然钻出一个双头怪物 哒哒鬼叫 那怪物两个头并排而生 都是骷髅头骨 下面是个一条青一条绿的圆球 再下面却是一层乌黑的长须 中人昨晚吃足苦头 惊魂未定 而厨中突然钻出这个鬼怪 又实在吓人 侯东海大叫一声 撒腿就跑 中人身不由主的都跟着逃了出去 只剩下欧阳克一人躺在稻草堆里 双腿断骨未愈 走动不得 黄荣须了一口长须 忙将出门关好 实在忍不住笑 可是接着想到 虽脱一时之难 然群间军士将骨上的老手 必定再来 事才经走 除去昨晚跟老丸童下的魂飞魄散之故 否则怎能如此轻易上塔 定神细思之后 那时可就下不走了 脸上笑页未脸 心下记忆未定 当真说来就来 电门声响 进来了一人 黄荣握紧额眉钢丝 将竹棒放在身旁 只待再有人 悬开出门 只好置他一次再说 待了片刻 却听了一个 焦低低的声音叫道 殿家 殿家 这一声呼叫 打出黄荣意料之外 忙抚远小孔上瞧去 但见坐在堂上的是个 锦衣女子 服饰华丽 自是个富贵人家的小姐 只是他背向镜子 瞧不见面容 那女子待了半生 又轻轻叫道 殿家 殿家 黄荣心道 这声音好耳熟啊 娇声哑气的 倒像是宝云县的 成大小姐 只见他女子一转身 却不是成大小姐 成瑶家是谁 黄荣又惊又喜 她怎么也到这儿来了 傻姑适才 给猴中海藏人吵醒了 迷迷糊糊的也不起身 这时才睡得够了 从草堆中爬降起来 成瑶家道 殿家 相反 做着赞菜 一并愁谢 傻姑摇摇头 意思说 没有饭菜 忽然闻到货中 赞熟香气 奔过去 揭开货盖 这些满满的一货白饭 正是鹏连糊等煮的 傻姑大喜 也不问饭从何来 当即装起两碗 一碗递给成瑶家 自己张口大吃起来 成瑶家见没有菜肴 饭又粗粒 吃了几口 就丧下不吃了 傻姑片刻前吃了三碗 抬背肚皮 甚是事意 成瑶家道 姑娘 我向你打听个所在 你可知道 牛家村里这儿有多远 傻姑道 牛家村 这是牛家村 离这儿多远 我又不知道 成瑶家脸一红 逼头玩弄一袋 隔了半嗓 又道 原来 这儿就是牛家村 那我给你打听一个人 你可知道 知道 一位 傻姑不等的说完 一次不耐烦的连连摇头 奔了出去 黄荣心下琢磨 他到牛家村来寻谁 啊 是啊 他是 孙伯二的徒儿 多半是送师父师伯之命 来找寻 邱淑基的徒儿杨康 只见他 端端正正地坐着 整整衣衫 摸了摸 并边的珠花 脸上晕红 嘴角还笑 却不知心中在想些什么 国庆只看得有趣 国庆脚步声响 门外又有人进来 那人长身玉立 步履矫健 一进门 也是呼叫见假 黄荣心道 乘巧 天下的熟人 都聚会到牛家村来了 靖阁的牛家村 风水平好 就是望人不望财 原来 这人是贵音庄的少庄主 陆管英 他见到程瑶家 震了震 又叫了声 店家 程瑶家见是个青年男子 顿觉害羞 忙转过了头 陆管英心中奇怪 怎的一个美貌少女 孤身在此 静到照下转了个身 不见有人 当时父亲难熬 在货中盛了一大碗饭 向程瑶家道 小人肚中饥饿 炒碗饭吃 姑娘莫怪 程瑶家低下了头 微微一笑 低声道 饭又不是我的 相公 请用便是 陆管英吃了两碗饭 作一相醒 插手不离方寸 说道 小人向姑娘打听了所在 不是牛家村 离此处多远 程瑶家和黄荣一听 心中都乐了 哈 原来 他还在打听牛家村 程瑶家 脸人还礼 年年轻轻的道 这儿就是牛家村了 陆管英喜道 那好极了 小人还要向姑娘打听一个人 程瑶家在说 不是子仙人 忽然转念 不知他打听何人 这天陆管英问道 有一位姓郭的郭姓官人 不知在哪一家住 他可在家中 程瑶家和黄荣又都一证 他找他何事 程瑶家沉吟不语 低下了头 修得面红耳势 黄桥的这副神情 以此拆到了八成 原来静哥哥在宝银救他 这位大小姐 可偷偷爱上他了 他一来年幼 二来生性豁达 三来生性郭靖绝无意志 至于胸中 尽无妒忌之心 反之有人喜爱郭靖 甚是乐意 黄荣这番推测 正是丝毫不错 当日程瑶家为欧阳克所掳 虽有丐帮的黎生等出手 但均非欧阳克之敌 若不是郭靖与黄荣相救 亦是惨遭引辱 他见郭靖年纪轻轻 不但本领过人 而且为人厚道 一里情思 竟然就此飘过去 黏在他的身上 他是大富之家的千奇小姐 从来不出闺门 情透初开之际 一见青年男子 竟然就此钟情 郭靖走后 程大小姐对他念念不忘 左思右想呼的大气胆子 半夜里悄悄离家 他虽有一身武功 但从未独自出过门 江湖上的门道 半点不知 当日曾经 郭靖自造是 林阳府牛家村人士 于是一路打经 进行寻到牛家村来 他一世华丽 气度高贵 路上歹人 倒也不敢相欺 他在前面村上问到 牛家村变在左近 但猛听的傻姑 说此处就是牛家村 仍然正是没了主意 他千里迢迢地来巡郭靖 这时却又怕郭靖不在家中 只想 我晚上去偷偷瞧他一远 这就回家 绝不能让他知晓 若是给他瞧见 那真羞是人了 就在此时 陆冠英闯了进来 开口问的就是郭靖 程邀家心虚 直到心事给他识破 待了片刻 站起来就想逃走 突然门外一张丑脸伸过来一探 又缩了回去 程邀家吃了一惊 退了两步 那丑脸又伸了身 叫道 双头鬼 你有本事就到太阳底下来 三头叫侯老爷跟你斗走 我比你还多一个头 星天白日的 侯老爷不怕你 意思自然是说 一到黑夜 侯老爷甘拜下风 虽然多了个头 也已管不了用 陆程二人茫然不解 黄荣哼了一声 低声道 好啊 终究来了 心想 陆程二人武功都不胜高 南迪彭莲呼等人 若是求他们相助 只有白带上两条性命 最好是快些走开 可是又盼他们留诊 挡得一时好一时 彷徨失措之际 多两个帮手 终究也壮了膽子 原来 龚莲呼等 一切双头怪物 都到 做完所欲的那个高手 都在这里犯鬼 当即远远逃出村去 哪敢回来 侯东海却是个浑人 以为真是鬼怪 只却头顶 焦阳似火 智服生疼 众人却都逃得 不见了影子 骂道 鬼怪的大日头底下 坐不了虫 连这点也不知道 还在江湖上混呢 我老侯偏不怕 回去把鬼怪除了 好叫大伙扶我 大塔部回到店来 在心中 终是战战兢兢 一看头 见程瑶家和鲁管英 站在中堂 按叫 不好 双头鬼化身了一男一女 老侯啊老侯 你可要小心了 卢管英和程瑶家 听他盲口胡话 相顾恶然 直到是个疯子 也不假理会 侯东海骂了一阵 见这鬼并不出来私打 更信鬼怪 见不得太阳 但说要冲进屋去捉鬼 老侯却没生这个胆子 僵持了半赏 只带两个妖鬼 另变化身 那只并无动静 忽然想起曾经人说 鬼怪僵尸 都怕会晤 当即转身去找 乡村中 随处都是凤坑 小店转角处 就是老大一个 他一心捉鬼 也顾不得肮丧 脱下布衫 裹了一大包份 又紧垫来 只见路程二人 仍然端坐中堂 他法宝在手 有了椅杖 胆气顿撞 大声叫道 好大胆的妖魔 侯老爷当堂 要你献出原形 左手苍朗朗 摇动三股叉 右手拿着粪包 抢步入内 路程二人 见到疯子又来 都使微微一惊 他人未奔到 现已闻到一股臭气 侯东海群死 人家都说 人是男的胸 鬼是女的力 举起粪包 披脸 往程瑶家扔去 程瑶家惊叫一声 侧身欲臂 路贯英 与集体一条长凳 将正包挡落 步山着地散开 粪便四下飞剑 臭气上冲 重能欲偶 侯东海大叫 双头鬼 快见原形 举插猛向 程瑶家字句 他虽是浑人 无意 却着实惊熟 这一插 迅机狠辣 兼而有之 路程二人 一惊更深 都想 这人明明是狗武林能手 并非寻常疯子 路贯英 见程瑶家 是为大家闺秀 娇窃窃的 似乎风吹的倒 只怕给了风汗伤了 忙去长凳 架开他的三股钢叉 叫道 独下是谁 侯东海 哪来理他 连刺三叉 路贯英 举凳招下 连连询问名号 侯东海 见他武艺 虽然不弱 但于昨晚 神出鬼梦的形状 却是大不相同 料定 奉公策略 已然收效 不仅大为得意 叫道 你这妖鬼 想知道我名字 用妖法咒我吗 老爷可不上当 他本来自称猴老爷 这时竟然大有极致 将这个猴子掠取 简称老爷 以免被妖鬼 作为使法的凭借 插上钢环 当当作响 功得更紧 路贯英武功本就不及 以长凳做兵刃 更不凑手 腰带去 把腰刀 马里缓得出手来 数回合之间 已被逼得背靠墙壁 刚好挡去了 黄荣探望的小孔 侯东海刚插截刺 路贯英急忙闪让 捅给一声 插肩刺入墙壁 离小孔不过一寸 路贯英见他一把 没向钢插拔出 急忙归长凳往他头顶披露 侯东海飞足 踢住他的手腕 右手拳迎面击出 路贯英长凳脱手 逼头让过 侯东海已拔出了钢插 程邀家见识危急 纵身上前 在路贯英腰间拔出单刀 闭在他手中 路贯英导 多谢 危急中 也不禁想到 这样温文娇媚的一位姑娘 怎敢在两人激战之际 当他拔刀 只见亮光闪闪的钢刺 戳向胸口 当即横刀立消 当的一声火花色现 见钢插荡了开去 但觉虎口泥泥发动 看来 这疯子屡历不小 三刀在手 心处稍宽 只拆了数招 两人脚下都沾了奔便 怕得满地都是 出交手时候 侯东海心中大致坠坠 实时存个 夺门而逃的念头 始终不敢使出全力 时空烧城 见到鬼怪 有多大能耐 显然妖法已被奋便克制 胆子健粗 招数越来越是很辣 到后来 路贯英贱感难以招架 程妖家本来怕 陛下奋便肮脏 坐在乌脚里关斗 眼见这俊美少年 就要丧命在这 风汗的钢叉之下 迟夜一会儿 终于从刀裹中 取出长剑 向路贯英导 这位相公 我 我来帮你了 对不起 他也当身礼数周到 帮人打架 还嫌致歉 长剑闪动 只向侯东海背心 他是清净反人 孙波二的徒弟 使得是全真敌快的现实 这一出手 侯东海原始在意料之中 双头鬼化身为二 女鬼自当出手作虫 路贯英 却是又惊又喜 但见他身手灵动 剑法精妙 心中暗暗撑起 他本一被逼的 刀法撒乱 大喊人离 这时来了助手 精神为之一阵 侯东海只怕 女鬼厉害 初始颇为担心 但试了数招 见他招数飞精 功力却是平常 而且慌慌张张 看来不是为恶已久的老鬼 于是剑赶放心 三股沙士的虎虎生风 一敌二物资进攻多 遮拦少 黄龙在格式桥的心桥异常 知道斗下去 路程二人必定落败 有些要相助一致之力 却不能离开郭靖半步 否则的话 欺怒这三头销 于他最是 驾行就熟 精力甚风 只听陆冠英教导 姑娘你走吧 不用跟他纠缠了 程尤家知他怕伤了自己 要独立抵挡疯汉 心中好生感激 但是他一人 绝技抵挡不了 摇了摇头 不肯退下 陆冠英分离招架 向侯东海大声道 胆子汉大丈夫 为难人家姑娘不算英雄 你找我姓陆的一人便是 快让这个姑娘退出 侯东海虽魂 此时一瞧出二人多半不是鬼怪 但见程尤家美貌 自己又稳战上风 岂肯放他 哈哈笑道 男鬼要做 女鬼更要拿 刚叉子刺横打 甚是凶寒 总算对程尤家手下留情三分 否则毅然将他刺伤 陆冠英急道 姑娘 你快冲出去 陆某已极感盛情 程尤家低声道 相公尊姓是姓陆吗 陆冠英道 正是 姑娘贵姓 是哪一位门下 程尤家呼道 我师父姓孙 人称清净散人 我 我 他想说自己姓名 忽感羞涩 说到嘴边却有注口 陆冠英道 姑娘 我馋都擦你快跑 只要陆某流的命在 必来找你 将下今日援手之德 程尤家脸上一红 说道 我 我不 相公 转头对了活动海盗 喂 疯汉子 你不可伤了这位相公 我师父是全真派的分尘人 套人家就要到了 全真妻子明满天下 当日铁角仙 玉阳子王楚一 在赵王府中 济射群魔 侯东海 金木所堵 听程尤大小姐如此说 道果真有点忌惮 微微一整 随心骂道 就是全真派 七零一到七来 老子也是 一个个都宰了 呼吸着门外 一人朗声说道 谁活得不耐烦了 在这胡说八道 三人本在激动 听到声音 各自向后跃开 杜冠英怕 侯东海抱下毒手 拉着程尤家的手 向后一引 横刀挡在他身前 这才举手 这才举目外望 只见门口站着一个青年道人 雨一心惯 没情目了 手中拿着一柄俗尘 冷笑道 谁在说要把全真七子宰了 侯东海右手挺插 左手插腰 横眉怒目 大声道 是老子说的 怎么样 那道人道 好啊 你倒咱咱看 慌神凄近 灰俗尘往他脸上扫去 这时郭靖念功已毕 听到堂上 全阀道欧之声大作 凑眼小孔去看 慌容道 难道这小道士 也是全真七子之一 郭靖确认的这人 是邱楚姬的徒弟 尹志平 他两年前奉施命 赴蒙古向江的六怪船 传书 夜中比武 自己曾败在他手下 于是敲声对黄荣说了 黄荣看他与侯东海拆了竖招 摇头道 他也打兵三头脚 尹志平稍落下风 陆管英历时挺刀上前助长 尹志平比之当年夜斗郭靖 武功已有长进 与陆管英双战侯东海 堪堪打成平手 程庸家的左手 刚才被陆管英握了片刻 心中突突乱跳 旁边三人斗得紧急 他却抚摸着自己的手 呆呆出神 呼听苍狼一响 陆管英叫道 姑娘留神 这才精确 原来侯东海在百忙中向他刺了一刹 陆管英挺刀架开 出声示警 程庸家脸上又是一红 临时片刻 仗剑加油战团 程大小姐武艺虽不甚高 但三个打一个 侯东海终究难以抵挡 他轮插急功 想要冲出门去召集帮手 但尹志平的浮沉在眼前挥来舞去 直扫着他眼花缭乱 威叔神 腿上被陆管英卡了一刀 侯东海骂道 靠你十八代祖宗 再战术回合 下盘越来越是呆滞 刚叉刺出 忽被尹志平扶沉剪住 两人各自使劲 侯东海力大 一争之下 尹志平扶沉着手 但程庸家一剑 抖摇星河 刺中了他右肩 侯东海刚叉难立不住 抛落在地 尹志平称势而上 一腿横扫过去 侯东海翻身跌倒 陆管英忙扑上去暗牢 解下他腰里隔带 反手负主 尹志平笑道 你连全臣妻子的徒弟也打不过 还说要宰了全臣妻子 侯东海破口大骂 说三个打一个 不是英雄好汉 尹志平撕下他一块衣裙 塞在他嘴里 侯东海满脸怒容 却已叫骂不得 尹志平公身向程庸家行礼 说道 师姐是尊师叔门下的吧 小弟尹志平参见师姐 程庸家急忙还礼 道 不敢当 不是师兄 是哪一位师伯门下 小妹拜见你师兄 尹志平道 小弟是长孙门下 程庸家从没离过家门 除了师父之外 全臣妻子中 倒有六位未曾见过 但曾经师父说起 众师伯中 以长存子邱师伯 人最豪想 武功也是最高 听尹志平说是 邱主姬门人 心中好声相近 鼻声道 尹师兄 殷师兄 小妹姓程 你还叫我师妹 尹志平跟随师父久了 也觉得性格豪迈 见这位师妹 扭扭尼尼尼的 拿了像个侠一刀 不仅安安好笑 和他去了师门之谊 随即与陆冠英死前 陆冠英说了自己姓名 却不提父亲名号 引着平道 这风汉武艺高强 也不知是什么来历 倒是放他不得 陆冠英道 但小弟提出去一刀杀了 他是太湖群道的首领 杀各把人 魂不当一回事 陈尹家心肠软 忙道 啊 别杀人 尹志平笑道 不杀他也好 陈师妹 你到这里有多久了 陈尹家脸一红 道 小妹刚道 尹志平向两人望了一眼 心想 看来这两人是对爱侣 我便在这里惹叶 说几句话就走 说道 我奉师父之命 到牛家村来寻一个人 要向他报个集训 小弟这就告辞 后会有机 说着一鼓手 转身欲行 陈尧家脸上 揪红味脆 听他如此说 却又照上了一层薄云 逼声道 尹师兄 你寻谁啊 尹志平唯一质疑 心想 程师妹是本门中人 这进路的聚他同行 也不是外人 说也无法 便道 我寻一位姓郭的朋友 此言一出 一堵墙的两面 他有四个人同感惊讶 陆冠英道 此人可是单名一个镜子 尹志平道 是啊 沐兄也认得这位郭朋友吗 陆冠英道 小弟也正式来寻访 郭师叔 尹志平与程尧家祈祷 你叫他师叔 陆冠英道 家人与他同辈 是一小弟 称他师叔 陆成松与黄荣同辈 郭炯与黄荣是未婚夫妻 因此 陆冠英便遵他为师叔 程尧家不语 心中却是大事关切 尹志平盲问 你见到他了吗 他在哪里 陆冠英道 小弟也是刚道 正要打听 却撞上这个风寒 平台无端地动起手来 临着平道 好 那咱们同去找吧 三人相邪出门 黄荣与郭静的面面相聚 只是苦笑 郭静道 他们毕竟又回来 容儿 你打开出门招呼 黄荣灿道 那咱使得 这两人来找你 必有要紧之事 你在养伤 一分心那还了得 郭静道 是啊 必是十分要紧之事 你快想个法子 黄荣道 就像是天塌下来 我也不开门 果然过不多时 临着平等三人 又回到殿中 陆冠英道 在他故乡 竟有不到半点眉目 这点如何是好 临着平道 不知陆兄 寻这位郭朋友 有何要紧之事 可能说吗 陆冠英本不想说 却见陈老家脸上 一副盼望的神色 不知怎样的 竟然难以拒绝 便道 此事一言难尽 带小弟扫了地上的赃物 载于两位戏谈 这剑中 也无扫着破继 引路两人 只能拿些柴草 将满地会晤 略下擦扫 三人在桌旁坐下 罗管英正要开言 承完甲道 提满 走到侯同海身旁 用剑割下他衣上 两块衣巾 要塞住他的双耳 低声道 不让他听 罗管英散道 姑娘好奇心 这风汉来历不明 咱们的话 可不能让他听了句 黄荣在隔世暗暗发笑 我们两人在此投听 原始难防 但那堂还躺着个欧阳客 你们三人 竟也莽然不知 还说细心呢 须知 程大小姐 从未在江湖上行走 尹志平专学师傅 以豪迈粗广为美 陆管英在太湖 发号施令惯了 向来不留谁戏物 是一三人谈论钥匙 竟被先行在四周 查查一遍 程邀家俯神剑 侯同海耳朵 已被割去 正了一正 将布片塞入他耳孔之中 微微含笑 向陆管英导 线下可以说了 陆管英迟疑倒 唉 这事儿 不知该从何说起 我是来找郭师叔 按理说 那是万万不该来找他们 可是 又不得不找 尹志平道 这倒急了 陆管英道 是啊 我找郭师叔 原本也不是为了他的事 是为了他的六位师傅 尹志平一开桌子 大声道 江南六怪 陆管英道 趁势 尹志平道 啊 陆兄此来所为何事 只怕与小弟不谋而合 咱俩各在地上 书写一个人的名字 请程师妹 瞧瞧是否相同 陆管英尚未回答 冲儿家笑道 好啊 你们两人背向背地书写 尹志平和陆管英 各是一根柴杠 相互背着 在地下画了句话 尹志平笑道 程师妹 我们写的字是否相同 程尔家看了两人在壁上所画的痕迹 逼声道 尹志平 你猜错了 你们画的不同 尹志平一位一声 站起身来 程尔家笑道 你写的是黄耀师三字 他却是画一枝桃花 黄龙心头一震 他二人来找静哥哥 怎么都和我爹爹相关 只听陆管英道 尹师兄写的是我祖师爷的名会 小弟不敢直书 尹志平一正道 是你祖师爷 嗯 咱们写的其实相同 黄耀师不是桃花岛主吗 程尔家道 哦 原来如此 尹志平道 陆兄既是桃花岛门人 那么找见的六怪 是要不利于他们了 陆管英道 那倒不是 尹志平见他春春土土 欲言又止 心中甚是不喜 说道 陆兄既不当小弟是朋友 咱们多谈无意 就此告辞 站起身来 转身便走 陆管英忙道 尹师兄留步 小弟有下军相告 还要请师兄援手 尹志平最爱 别人有求于他 祈祷 好吧 你说便是 陆管英道 尹师兄 你是全真本人 传讯事情 叫人见机提防 原是狭义道 分锁当围 担任贵派师长 要去加害无辜 你得着讯息 却该不该去叫 那无辜之人避开呢 尹志平 一拍大嘴 道 是了 你是桃花岛门人 其中果然大为难之处 你道说说看 如管英道 此事小弟 若是就手不管 那是不义 若是管了 却又是背叛师门 小弟 小弟最有事 相求师兄 却又是不能开口 尹志平 尹大志 猜中了他的心事 可是他既不肯明言 不知如何相助 伸手搔头 神色 脱改为难 崇尧家 却想到了一个法子 龟中名害羞 不肯诉说心事 母亲或是姊妹问起 只用剪头或摇头相打 虽然不够直接了当 但最后也总能吐露心事 比如母亲问 孩儿 尹中人是张三哥吗 女儿摇头 又问 是李四郎吗 女儿又摇头 再问 那定是王家表哥了 女儿低头不作声 那就对了 当下程尧家道 也是哥 你问陆大哥 说对了 他点头 不对就摇头 只消他一句话也不说 就不能说是背叛师们 林志明提到 师妹这法甚妙 龙兄 我先说我的事 我师父长存真人 无意中听到讯息 得知桃花岛主 恼恨江南六怪 要杀他六家满门 我师父抢在头里 赶到嘉兴去报信 六怪却不在家 出门游玩去了 于是我师父 叫六怪家人分头躲避 黄岛主来到之时 竟会找到一人 他冲冲大怒 空发了一阵脾气 折而向北 后来就不知如何 你可知道吗 陆冠英点点头 引之平靠 看来黄岛主 仍在找寻六怪 我师父和六怪 本有过去 但一来 这过去已经揭开 二来佩服六怪 吉人之难 心中颇感激 他们的高益 三来觉得此理六怪 并无不适 正好全真妻子 是在江南聚会 于是大伙分头 寻访六怪 叫他们小心提防 最好是远走高飞 莫被你祖师爷撞到 你说 这该是不该 陆冠英连连点头 黄文寻思 静哥哥寄到桃花岛赴约 给你何必再去找六怪算账 他却不知 父亲听了迎致上人的谎言 以为他已命丧大海 伤痛之际 竟迁怒在六怪身上 只听尹志平又道 寻访六怪不得 我师父便想到了六怪的 土耳郭靖 他是临安府牛家村人士 有八成已回到了故乡 于是派小弟到这来探访于他 想来他必知六位师父在何方 你来此处为的也是此事了 陆冠英又点了点头 引致平道 几只郭兄却未曾回家 我师父对六怪可算的是人至义尽 但寻他们不到 这也无法可想了 他来黄岛主也未必找他们得着 陆兄有事相求 是与此事有关吗 陆冠英点了点头 引致平道 陆兄有何差遣 但说不妨 但叫小弟立之所及 自当效劳 陆冠英不语 神色颇为尴尬 程妖家笑道 尹师哥你忘了 陆相公是不能开口直说的 引致平笑道 啊正是 陆兄是要小弟留在这村中 等候郭兄了 陆冠英摇头 引致平道 那是要小弟急速去寻访江南六怪和郭兄了 陆冠英又摇头 引致平道 啊是了 陆兄要小弟在江湖上传言出去 骂六怪是江南人士 生气广通 两来不久便可得去 陆冠英仍是摇头 引致平接年又猜了七八件事 陆冠英始终摇头 程妖家帮着猜了两次 也没猜嘴 不但引致平急了 连德式的黄荣听得也急了 三人将了半赏 引致平强笑道 程师妹 你慢慢跟他磨过吧 达雅妮的事 我干不了 我出去走走 过一个时辰再来 说着走出门外 堂上除了喉丛海外 只剩下承鹿二人 程妖家低下头去 过了一会儿 见陆冠英没有动静 偷眼瞧他 正好陆冠英也在看他 两人目光相接 急忙递看 程妖家又是羞得满脸通红 低垂粉颈 双手玩弄剑柄上的丝条 陆冠英缓缓站起身来 走到照边 对照头上画着的赵神说道 赵王爷 小人有一分心事 苦于不能向人吐露 只好对你言明 但愿神体有灵 保佑泽哥 程妖家暗赛 好聪明的人儿 抬起了头 凝神轻轻 只听他说道 小人陆冠英 是泰雾盼归云庄 陆庄主之子 家父名会上城下风 我父亲拜桃花岛 黄岛主为师 苏日之前 祖师爷来到庄上 说道 要杀江南六怪的满门梁剑 命我父 以师伯梅朝风 帮同寻找六怪下落 梅师伯和六怪 有深仇大怨 正是求之不得 我父决之 江南六怪 均存忠义 乃是响当当的英雄好汉 杀之不义 何况我爹爹 与六怪的徒儿 郭实书 结交为友 此事不能袖手 他听了祖师爷的吩咐 不由得好生为难 有心要差遣小人 传个兴趣 叫江南六怪远行避难 却又是不该背叛师门 那日晚上 我爹爹仰天长坦 难难自语 脱落了心事 小人在旁听见 心想 为父分忧乃是尽孝 祖师爷与小人 却终究已隔了一层 于是连夜赶来 寻找六怪报训 黄荣与程阳家心想 原来他是学他父亲 掩耳盗铃的法子 明明要人听见 却又不肯 担当背叛师门的罪名 确定他又搞 六怪寻访不着 我就想起 改造他们的弟子 郭诗书 可是他也不知道了何处 郭诗书是祖师爷的女婿 程阳家忍不住 阿弟一声嘀哭 忘记伸手眼口 他先前对郭靖 朝思暮想 自觉一往情深 殊不知 只是少女怀春 心意无脱 于是聊自浅怀 是非真正情爱 只是自己不知而已 今日见了陆管英 但觉他风流俊涯 处处胜于郭靖 这时听到他说 郭靖是黄药慎女婿 心头虽然不免一震 却丝毫不声 自怜自伤之情 直到自己胸怀爽朗 又想当日在宝英 找尽郭黄二人身态精密 此事原不足矣 其实不知不觉之间 一颗芳心 早已转在别人身上了 卢管英听得 程耀家低声惊呼 急想回头瞧他的眼色 但终于强行忍住 心想 我若见到他 在听我说话 那就万万不能再说下去 那儿爹爹对天自言自语 始终未曾望我一眼 现下我是在对赵王爷倾诉 他若听见 那是他自行偷听 我可管不着 于是接着说道 只要找到了郭师叔 他自会与黄师姑 向祖师爷求行 祖师爷性子在眼 女儿女婿总是心爱的 总不能非杀了女婿的六位师父不可 只是爹爹言语之中 却死郭师叔和黄师姑已遭到了什么大祸 真相如何 却又不便询问爹爹 黄荣听到这里 心想 难道爹爹知道靖哥哥自可身受重伤 不 他绝不能知道 多半他是得知了我们流落荒岛之事 陆冠英又道 也是就为人一片热肠 程小姐又是聪明和气 程小家听他当面称赞自己 又是高兴又是害羞 可是我心中的念头太过异想尖开 自是叫人难以猜到 我想 江南六块是成名的英雄好汉 虽然武功不如祖师爷 但要他们远行避祸 岂不是摆明了怕死 这等行景料来绝不会但 唐洛车市传门开了 他们得到消息 只怕飞弹不必 反而寻尚祖师爷来了 岂不是救人倒变成害人 黄荣暗暗点头 心想陆冠英不愧是太乎群雄之首 深知江湖好汉的性子 又听他道 我想全真妻子侠义为怀 为名即胜 武功又高 尹师兄和程小姐 若肯求他们师尊出头排解 祖师爷总得给他们面子 祖师爷跟江南六块 未必只有深仇大怨 总是六块有什么言语 形势得罪了他 只需有头脸的人物出面说和 量无不成之理 赵王爷 小人的为难之处 乃是空有一个主意 却不能说给有能位的人知晓 请您瞧着办吧 说吧 向赵君菩萨连连缩衣 程邀家听他说笔 急忙转身 要去告知尹志平 刚走到门口 却听陆冠英又说句话来 赵王爷 全真妻子若肯出头排解 自是一件极大的美事 只是妻子说何之计 须得恭恭敬敬才是 千万别得罪我祖师爷 否则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那可糟了 我跟您说的话 到此为止 再也没有了 程邀家奄然一笑 心道 你说完了 我给你去办就是 便出店去找尹志平 在村中打了个转 不见影踪 转身又走回来 呼吸尹志平低声叫道 程师妹 从脚脚处探身出来招手 程邀家提道 啊 在这里 尹志平做个手势 叫他虚声 向西手指了指 走到他身边 低声道 那边有人 鬼鬼飞碎的 探头探头 身上都带着兵人 程邀家心中只想着 陆管英说的话 对这事也不以为意 道 只怕是过路人 尹志平却脸色正重 低声道 那几个人身法好快 武功可高得很呢 可需得小心在意 再来 他见到的正是彭莲湖等人 他们久等侯中海不回 料想他避遇险 这些人想到昨晚 黄空中半鬼圈的身手 水返前去相救 忽然见到尹志平 历史远远躲开 尹志平耗了一阵 见前面再无动静 慢慢走过去看时 那些人依然影踪全无 程邀家于是把陆管英的话 转述了一遍 尹志平笑道 原来他是这个心思 怎向人猜想得到 程师妹 你去向孙师叔求恳 我去跟师父说就是 只要全臣妻子肯出面 天下又有什么事办不了 程邀家道 不过这件事可不能弄糟 接着 将陆管英最后几句话也说了 尹志平冷笑道 黄药师又怎么了 他强得过全真妻子吗 程邀家想出言劝他不可傲慢 但见他神色翘然 话到口边又缩了回去 两人相邪鬼点 都管英道 小弟这就告辞 两位他日陆经太湖 务必请到归云庄来盘横树人 程邀家见他就要分别 心中大肝不舍 可是满江情意绵绵 却又怎敢少有土漏 尹志平背短身子 对着赵君说道 赵王爷 全真教最爱解人排难解分 江湖上有什么不平之事 但叫让全真人下弟子知晓 绝不能袖手不管 陆管英知道 这句话是说给自己听的 于是说道 赵王爷 盼您保佑此事 平平安安的了结 弟子最出力的诸君子 勇敢大德 尹志平道 赵王爷 你放心 全真妻子 唯一认天下 只要他们几位肯出手 凭他脱天大事 也绝没办不成的 陆管英一正 心道 全真妻子 若是事强说和 我祖师爷 岂能不计 盲道 赵王爷 你知道 我祖师爷平素 独来独往 不理会旁人 人家跟他讲交情 他是肯拼的 跟他说道理 他却是最验证的了 银志平道 赵王爷 全真妻子 还能忌惮别人吗 此事原本 跟我们毫不相干 我师父也只叫我 给人报个讯息 但若惹到全真教头上 管他黄钥匙 黑钥匙 全真教 自然有的叫他们好看的 陆管英 气往上冲 说道 赵王爷 避此事才说过的话 你只当是梦话 要是有人瞧不起我们 天大的人情 我们也不灵 两人背对着背 都是向着赵君说话 可是你一言我一语 针锋相对 越说越僵 程耀家欲带相劝 但两人都是年少继胜 兴起口快 竟此插不上嘴去 只听银志平道 赵王爷 全真派武功是天下武术正宗 别的旁门左道功夫 就算再了不起 哪能与全真派较量 陆管英导 赵王爷 全真派武功为久闻其名 全真教主高手固然不少 可是也未必没有狂妄浮夸之徒 银志平大怒 伸手一掌 将赵头打他一脚 瞪我贺道 好小子 你骂人 砰了一声 陆管英将赵头的另外一脚 也一掌打他 贺道 我岂敢骂你 我是骂目中无人的狂徒 银志平刚才见过他的武艺 直到不及自己 心中有恃无恐 冷笑一声 说道 好啊 咱们这就比划比划 瞧瞧到底是谁目中无人了 陆管英凝之不敌 却是恨他轻辱师门 到此地步 自是起火难下 拔出单刀 左手一拱 说道 小弟领教 全真派的高招 程瑶霞大吉 泪珠在眼眶中滚来滚去 数次要上前拦阻 却总是无此胆量破裂 只见尹志平 扶尘扬起 踏不进招 两人便计斗在一起 陆管英不求有功 但求无过 使开枯木禅师 所受的夺汉刀法 紧紧守住门户 尹志平一上手 立即抢攻 拿着对方刀臣力猛 自己轻敌冒进 足臂险背 单刀砍中 心头一领 急忙凝神应斩 展开失授心法 易定随闲 不还手快 这才逐步的抢到上风 陆管英这几个月来 得了父亲指点 修为以突飞猛进 只是毕竟时日太短 敌不住长春子门下的敌传高地 黄蓬在小镜中瞧着二人动手 见尹志平见诊仙招 心中骂道 你这小杂毛骂我爹顶 若不是静哥哥受伤 叫你尝尝我桃花岛 旁温左道的手段 哎呦 不好 只见陆管英一刀砍去 招数用得老了 被尹志平浮沉向外引开 倒转把手 心结异常的在他臂弯了一点 陆管英手臂钻麻 三刀搓手 尹志平得理不容情 刷着一夫尘往他脸上扫具 口中叫道 这是全真派的高招 记住了 他扶尘的臣尾 是马踪中家的银丝 这一下只要扫中了 陆管英脸上非鲜血淋漓不可 陆管英急忙低头闪避 那扶尘却跟着鸭降下来 却听得一声飘呼 尹师哥 陈尧家举荐驾驾驾驻 陆管英称息月开 执起地上担刀 尹志平冷笑道 好啊 程师妹帮几万人来了 你俩口子提上吧 陈尧家提道 你 你 尹志平刷刷刷几连三招 将他逼得手忙脚乱 陆管英见他示威 提到右上 正是成了一二比一 程尧家不愿与师兄对敌 垂剑月开 尹志平笑道 来啊 他一个人打不过我 省得你一会儿又来相帮 黄龙健三人如此相斗 甚是好笑 正想出一场官司 不知如何了结 胡听门声响动 彭连虎 沙松千等 拥着完颜红绿 杨康一起进来 原来他们等了两久 毕竟沙松千同门关心 大着胆子 悄悄过来态势 只见店中两人正次相斗 无意也者平行 他带了半赏 见却无旁人 但一人世故 终究不敢入内 于是约急众人 闯进门来 一路二人见有人进来 历时月牌霸躁 未急出院贺问 沙松千晃身上前 双手分抓 已拿出了二人手腕 彭连虎俯身 解开了侯东海身上绑带 侯东海遍了半日 早已记得死去活来 不曾举出口中不骗 侯头闷吼 激连挥掌 往程耀佳脸上劈去 程耀佳绕不让口 侯东海 紫障了脸皮 双拳直上直下的猛打过去 彭连虎脸叫 且慢动手 问明白再说 侯东海口中耳中 物资塞了布片 哪里听见 陆冠英外上外门 被沙松千扣住 直觉半身酸麻 动战不得 但见程耀佳情势危急 侯东海行无封虎 转眼就要遭他毒手 也不知忽然从哪里 来了一股大力 一声便称脱了沙松千的掌握 猛往侯东海送去 他人为越境 被彭连虎一下弯腿勾踢 扑得倒了 彭连虎抓住他的后领提了起来 贺问 你是谁 那装神弄鬼的家伙 哪里去了 呼听的压的一声 店门缓缓推开 众人一击回头 却是无人进来 彭连虎等 独自禁的心头都感到一阵寒意 呼见一个蓬头散发的女子 在门口一探 梁子峰和林志上人跳起身来 七声惊呼 不好 有女鬼 彭连虎去看清楚 只是个寻常香菇 贺道 进来 傻姑叫嘻嘻地走了进来 伸了伸舌头 说道 啊 这么多人 梁子峰先前叫了一声 有女鬼 这时却见他衣衫蓝绿 傻里傻气 是个乡下贫女 不仅恼羞成怒 纵身向前 叫道 你是谁 伸手去拿他手臂 体质傻姑手臂急缩 反手便是一掌 正是桃花岛武学 必拨掌法 他所学自然不精 这掌法却甚奥妙 梁子峰没半点地方 啪的一声 这一掌 结结实实地打在他手臂之上 落手着实不惊 梁子峰又惊又怒 叫道 好 你装傻 七声上前 双拳急出 傻姑退步让开 忽然指着梁子峰的光头 哈哈大笑 这一笑 大出众人意料之外 梁子峰更是愕然 隔了一会儿 才右拳猛急出去 傻姑举手挡下 身子晃了几晃 知道不敌 转身就逃 梁子峰哪让他逃走 左腿跨出 以拦住他的去路 回走后撞 回掌反拍 傻姑鼻子上吃了一气 只冲着他眼前金星乱冒 大叫 这西瓜的妹子 快出来救人呐 有人打我呐 黄鸣大惊 惊到 不杀了这傻姑娘 留下来 果是火胎 突然间 听得有人轻哼一声 这一声追惊 黄鸣心头 却是同理一跳 惊喜焦急 逼得到了 盲臭眼 到小孔观看 果见黄药师脸上 照着人皮面具 站在门口 他何时进来 众人都没见到 似是刚来 又是比众人先进屋子 这是一见到他那张 木然不动 没半点表情的脸 都感全身不寒而栗 他这脸 既非青年獠牙 又无恶行怪状 但实在不像 一张活人的脸 实在傻姑之与梁子翁 拆了三招 但黄药师 一瞧出 他是本门弟子 心下好生疑惑 问道 姑娘 你师父是谁 他到哪里去了 傻姑摇了摇头 看着黄药师 这张怪脸 呆了一呆 忽然拍手 大笑起来 黄药师眉头微皱 要知他若不是 自己的再团弟子 也必与本门 颇有渊源 他对本门弟子 最矮相护 绝不容许别人欺辱 梅超峰犯了 判施大罪 但一败于郭靖之手 他便出而互断 何况傻姑 这天真浪漫的姑娘 于是说道 傻孩子 人家打了你 你怎么去打还呢 日前黄药师到周上 查问女儿下落之时 未戴面具 这次面目不同 众人都未练出 但一听他的声音 完颜洪烈 杨康 腾年虎等三人 已隐约采讨是他 腾年虎知道 这魔头手下 居然逃不了好去 只怕昨晚在皇宫中 遇到的便是此人 打定主意 绝不和他动手 已有机会 立即三十六招 走为上策 这听傻姑道 我打他不过 黄药师道 谁说你打他不过 他打你鼻子 你也打他鼻子 一拳还三拳 傻姑笑道 好啊 他也不想梁子宫 本能远胜于己 走到他面前 说道 你打我鼻子 我打你鼻子 一拳还三拳 对准他鼻子 就是一拳 梁子翁举手便打 忽然臂弯里 取直血一麻 手臂只伸到一半 镜子伸不上去 喷得一声 鼻子上果然吃了一拳 傻姑笑道 二 又是一拳 梁子翁 左腰乘胯 拔背寒凶 左手平手外翻 这是擒打法的一招高招 眼见就要将傻姑的臂骨 翻得脱袖 哪只手指与傻姑的手臂 将欲未处之计 上臂壁乳血中 又是一阵酸麻 这一手竟然翻不出去 砰的一声 鼻子又中了一拳 这一拳力道沉猛 打得他身子后仰 晃了几晃 这一来梁子翁固然惊怒骄蹦 旁观众人也无不亚议 只有彭莲虎竟于暗器听风之术 每当梁子翁朝下之际 两次都听到极清的痴痴之声 这是黄奥师发出金针之类微小的暗器 打中了梁子翁的穴道 只是不见他闭晃手动 却又如何发出 他哪知 黄奥师在衣袖中弹齿发针 金针穿破衣袖再打敌人 无影无踪疏忽而至 对方哪里闪躲得了 只听得傻姑叫讨 三 梁子翁双臂不经使唤 眼见拳头迎面而来 只得退步闪避 哪知道刚欲举步 右腿内侧白海穴上又是一马 刚感惊异 眼前火花飞舞 眼眶中酸酸的如要流泪 原来鼻子上端端正正的中了一拳 还牵动了泪血 他想鼻舞打败还不要紧 泪血如果流了下来 一声的声明不免就此断送 急忙举袖擦眼 一台臂才想到手臂已不能动 两行泪水终于从面颊上流了下来 傻姑见他流下眼泪 蒙道 别哭了 你不用害怕 我不再打你了就是 这三句劝慰之言 比之鼻上三拳 更令梁子翁感到无地自容 激愤之下 哇的一声 吐了一口鲜血 抬头向黄耀师导 可下是谁 暗中伤人 算什么英雄好汉 黄耀师冷笑道 贫离也配问我的名号 突然提高声音喝道 冲冲给我滚出去 众人在一旁 早已四肢百害都不自在 胆在心惊 呆着站在殿堂之中 不知如何了局 听在一喝 邓身心下为之大宽 彭连虎当先就要出去 只走了两步 却见黄耀师挡在门口 并无让路之意 遍及占定 黄耀师骂道 放你们走 便有不走 是不是要我把你们 一个个都宰了 彭连虎素文 黄耀师性情乖僻 说得出就做得到 当即向众人道 这位前辈先生 叫大伙出去 咱们都走吧 侯东海这时 已扯出口中不骗 骂道 给我让开 冲到黄耀师眼前 瞪我而视 黄耀师毫不理会 淡淡地道 笑我让路 让你们也不配 要性命的 都从我胯下钻过去吧 众人面面相取 恋上均有怒容 心想 你本领再高 眼下放着这许多武林高手 在此合力于你一拼 也未必就非败不可 侯东海怒吼一声 向黄耀师扑了过去 但轻的一声冷笑 黄耀师左手 已将侯东海的身子高高提起 右手拉住他的左膀 向外扯去 咔的一声 硬声声将一条手臂 连肉带骨扯成两截 黄耀师将断臂与人 同时往地下一揪 抬头向天 离也不离 侯东海一痛的 昏死过去 断臂伤口 血如泉涌 众人无不失色 黄耀师缓缓转头 目光独一在众人脸上扫过 沙风天 蓬莱虎等 个个都是 杀人不眨眼的大魔头 但见到黄耀师眼光 向自己身上依赖 无不机灵的 打个冷战 只赶寒毛直竖 满身起了鸡皮疙瘩 猛然间听得鹤头 转是不钻 众人受他身为震慑 竟是不敢群起而攻 蓬莱虎一低头 首先从他胯下钻了过去 沙风天放开 引路二人 抱住师弟 杨康扶着完颜红列 最后是梁子翁和灵智上人 都一一从黄耀师胯下 钻了出去 一出剑门 人人抱头鼠窜 哪敢回头望上一眼 第二十四回玩 是想着火转的 打费 请不吝点赞 镜专张